文高月,他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,这个人,有时热络有时淡漠,有时靠近有时疏离,有时觉得可以交付真心,但有时又觉得应该彻底死心,这个人,见面聊天可以滔滔不绝,但手机留言却昔末如今,这个人,曾经轻声说没关系,我赔乃,但是转过身,却接连几天没有讯息,这个人, 会带来满是阳光,也会洒下寒彻骨的冰霜,他花费好长一段时间理解这个人,终于理解他的若鸡若离,他说自己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人,思虑单纯,近乎一张白纸,可是,对他来说,明明是迷一样的人啊。 高深莫测,不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,于是,他只能不断寻找,直到发现他不被寻找,于是他坦诚揭露自己,如同一面澄澈的湖,对着天空无私地敞开。 在苍听一语,两人相对而作的时候,他为他描述事情,阐明观点,试图表达自己的性情与志趣,像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介绍。 可是,抛砖引不来语,他对许多事情充满观点,对自己的生活,尤其是感情生活却质责不提,他曾天真的在LINE里面问,如果我把自己交给你,你会不会丢掉呢? 他隔住荧幕,置若网闻,这算是爱吗?应该要燃起雄雄烈火的地方,却只剩下一堆灰烬的余温,都说罪功之意义不再久。 真正会喝酒的人,视杯中物为味疾,为寄托,或为助兴。 一起吃饭的时候,其实亦不再吃,他表面谈文论意,品酒说书,或说笑逗趣,其实藏在千年万语背后的那一句是,我喜欢你,我喜欢你,当住面却永远发音困难的一句话。 图无依。